这个塔姆其实我蛮认同伞爷的说法的 就这个塔姆如果给到标记的话 标记可以处理的阵容实在太多了 对 规避的进攻也太多了 对 选择把塔姆按掉了 还是办掉了 确实得办 虽然半位比较紧 这啥 盖伦加猫吗 这个盖伦加猫一般不会第一手出啊 我第一手 欧洲解构 欧洲那边 昨天好像肉哥打谁来着 这也是暴冷打了一个盖伦加猫 亮一下 SPY 那天也是 昨天晚上也是暴冷 对对对 三明星暴冷 最近暴冷真的很多呀 还是选择拿了剑膜 上把一个剑膜 完全没毛病 包括就是面对青刚影 九筒放出来了 我觉得九筒可以拿呀 杰杰应该不会去犹豫 在上个标五 杰杰好像是联用了四场九筒 而且他的九筒越打越棒 发挥非常非常不错 这边优秘 也放出来 拿下感觉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还是拿下 还是选择先选侠 但是没有侠落了 标记要选奥拉夫了 直接拿手奥拉夫了 在这个夏季赛的话 国豪拿奥拉夫的次数真的很少 最后是拿一手卡尔玛 想拼节奏了呀 标记这边想感觉防守太被动了 要不我也尝试一下进攻 我也尝试一下进攻 对呀 一定记这里第三手拿妖姬 先拿妖姬就很自信了 是的 先拿妖姬的话 妖姬也是被版本buff过的 还是拿了青钢瘾 选了一个青钢瘾 我这边刚才接到一个消息啊 就是说 呃 这边好像是没有一个自由选边的 直接是轮换选边 对 轮换制的是吧 应该就是第一轮选完之后 直接选了一个轮换 就你这把蓝下把红 你这样子 本赛季啊 国豪的一个奥拉夫 全胜 但是只要了四场啊 玩的不多 对 两边都是 其实两边都是奥拉夫的忠实爱好者 而且都是玩的很好 对 对 这边这场比赛又是选下了青钢瘾 青钢瘾这个英雄 一旦在一些必须要提节奏的关键点 其实这个英雄的主动性 就可以完美的发挥出来 是 帮皇子 可以继续去搬打野吗 我感觉标记要玩那一套了呀 我觉得赛季中期标记好像玩了一套 奥拉夫加猫 猫咪 对 那你看一地鸡这一手班位 会不会留给猫咪 这个版本的猫咪的优先级还是有的 是的 虽然连修了两次 感觉如果再选一手猫咪的话 你觉得标记这个阵容 可能在中后期的伤害会差一些 差一些 但他 余情给搬掉 但他这个就是 你会发现他到了中后期打团 就是卡尔玛套个盾 然后猫咪给一个加速 这个奥拉夫冲进去 干就完事了 杰斯 看一下 一起这边 他这个侠配什么呢 先选一手刀妹 感觉如果先把刀妹选出来的话 这个酒桶的走向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边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手沙皇 刀妹这个英雄一个是可能在这种比赛中容错率偏低一些 再有一个如果拿出刀妹来的话中路这边太容易被针对了 我觉得如果说拿西威尔的话完全可以配一手游米 那就是9.14那种感觉 9.14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阵容就很不要紧 有啥问题吧我觉得 对 主要是他们之前用的也挺成熟的 对 可以直接锁 1DG这边还存在一个野斧摇摆的可能性 是 应该是狗熊作为一手辅助 这没口的熊又要拿出来了 嗯 他是在有猫咪的情况下 有一手泰坦的counterweight 然后没有选择选择拿一手狗熊 没什么毛病啊 狗熊配合9桶给鱼B2G线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女坦也差不多同理 最后还是拿女坦 嗯 但感觉女坦的话去 去打这个对线有点使不上力 对 有点打棉花的感觉 对 打棉花 但是金角的话他又要抉择一下了 如果他带TP 他有点怕被开 他带进化的话又没法猫咪坐车去线 对吧 是 所以说美可我选了这个女坦也是让金角有点难受 对 还是换了进化 带了进化 还是要多思考一下 以BLG的这种稳中求胜的这种打法来看的话 因为带进化没什么问题 因为虽然说西边有个盾 但是其实女坦还是比较counter他的 那这样的话 他带进化的话少了一个TP Apple再带TP的话 那这样就完美规避掉 Apple这边可能对线被压的一个情况 对 这个幽灭也不停地在人之间飞来飞去又有一个加血 对 所以期待一下这一手 重新的一个BO箱开始了 哔哩哔哩对抗 EDG 第养死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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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养死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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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 竟然想不回 好的 感谢各位粉丝 的大喊声 对 这个BO5的第三场比赛 觉得这场星魔有点忙啊 星魔很活跃 感谢 很活跃 对 因为他这个W基本上就没有CD嘛 在人之间飞来飞去的话 这盘可能 节奏应该和上班差不多 就对线的话可能不会出现太多人头吧 就在前期的打野帮助线上的碰撞 我感觉可能要比前两把稍微多一些 是 看一下一系团 一系团还是很重要的 前面把一系团阶级都是 占到了不小的一个便宜 但这场比赛 在拿到一个酒桶的情况下 其实想去占便宜还是比较困难的 对 开下上这一场的话 全线认为BB的阵容更好一点 确实容速率高呀 对 就感觉不好杀他们你知道吗 包括还有一个 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 如果说去拿卡尔玛加优咪这两个英雄 会不会在中后期缺一些伤害 他这边选择到一个轮子妈的话 其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阵容选的也是非常均衡 对 全线都 就像K&S所表示的 全线都 全期都有机会 很科学 对 全期都是不虚的 优咪在一个人的时候 被日女捶了一下 是 抢了两级 赶紧溜 好 表迹这个下路组合就是 压不住 嗯 赖线 看一下 卡尔玛这边选择带了一个会心 更加的去线上能够消耗到对手 嗯 又带了一个风暴巨蟹 风暴巨蟹 风暴巨蟹 觉得后期还是要站出来一下的 对 但其实卡尔玛他到了后期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英雄 他就是到了后期 无外乎就是一个RE在团队中的一个buff 更多的话他的RQ可能还是在小规模团战里面的使用 对 就是打遭遇战的时候吧 打5v5团战的时候 如果不RE的话卡尔玛选出来就没有那么力竿见影了 对 W技能命中拉回来 打了一套 打得很凶啊 还是想找回场子来的 上把对线确实没对过啊 上把对线也是出装问题嘛 对 出的有点急 出装感觉太拼了 是 这场比赛第一条小龙仍然刷的是一条火龙 我的天啊 今天就很热吗 确实很热 哦 这样的 对 这三把的第一条龙都是火龙啊 对 这条火龙的话其实 虽然EDG前两把都拿了第一条火龙嘛 但这把的话第一条火龙标记的 机会更大一些 大不少嘛 我觉得 这是今天的第六条火龙 一个是下路的线权问题 再有一个就是阿拉夫这个英雄 相对于球筒来说 前期控龙的能力更强一些 本场比赛的第一视角选手是给到了iBoy 大家可以去到 这个选手的第一视角去观看一下 这边E过来踢到 这边Gino这个E放得很熟练 有点着急啊 但是反而是被ADD这边 把血量打低了 要被先打回家了呀 而且这个兵线ADD还能反控回来 这是最骚的 就很难受 Gino 感觉Gino玩 清光颖这个英雄 觉得在急 对 前期很积极 但清光颖这个英雄 其实不是一个前期打线 需要很积极的英雄 需要他节奏的 因为他前期的话 技能CD蛮久的吧 就清光颖这个英雄 我早就一直说这个英雄其实不算是一个前中期打架很厉害的英雄 对 他就是一个后期英雄 构线的 对 但建模的话他又是一个回复能力比较强的英雄 而且一般建模早期会很快的把这个燃烧宝石出出来 他这个CD拉满之后你去跟他频繁的进行换血肯定是不赚的 这边双方大叶都在下半区 我们看一下优秘这边带的一个符吻 选择带了一个守护者 好吻 超级吻 而且带了一个爆破 很少见优秘带守护者 对 因为优秘的话之前 他依赖于他的Q技能消耗 更多的是选择带一个彗星 对 彗星 在上面这里 ATD没有TP回家被打残 但这边是GINOTP出来之后 又被换掉了一半的血 对 而且剩两瓶药了 那这样GINO感觉要赶紧回家了 对 这不回家的话 亏的就有点多了 这波倾向性挺快的 加速这边被开到 开一个E技能 这样TP过来 那GINO这个位置没有那么的危险 那这样 这个T过来之后 是继续压血线 那YUMMI下来也是A一下 来 这一波的话 感觉没有什么结果 因为YUMMI在上车之后 又会给一个E技能的回复 就感觉金脚这一波打完之后 血量没有很不安全 尽可能的帮助IPOWER去兑现吧 确实它这个组合 下路压力有点大 是的 它这个 这轮子妈YUMMI消耗是不讲道理的 对 而且这个女坦线上真的 作用不会有特别大 更多的还是团战的考量 刚才那一波应该是SKOT回家补完装备 顺便TP到下路 对 而且SKOT这边也不伤 对吧 也不伤 回塔也吃了一大波B 没亏少 肚层也没被吃掉 但是被磨损了一下 上路这边金脚还要这么出装备 这个装备太堵了 不够扎实吧 对 这样出装的话 他一定要找一波 很好的时机去 all in一波 对吧 你不能去慢打 要么就别打 要么就all in一波 这样比较合适 得叫杰杰来 而且其实在双方上单都倒6的情况下 其实就算all in一波也不一定打得过 EDG这里又要动这条火龙了 嗯 哇 这EDG这个控龙的一个意愿真的太强烈了 对 看要不要动 而这边 想想 想想算了 还是不太敢 对 想想算了 主要不确定国豪到底在哪 对 嗯 他如果这个阵容能拿下这条火龙的话 就这第一条龙的话 我挺佩服的 很赚 对 他主要 就有种夹缝中 找机会的感觉 条件真的挺苛刻的 这边W拉回来 现在ADD在线上 已经打出了一些优势了 好在Gino这边带的是一个不灭之物 其实线上 只要稳对线是可以稳得住的 这边踢上来又换一波 但这一波 没换出什么太多的结果 或许一个W技能吸了一下血 这边只过去被盾挡掉 但后续接接过来 都是5级 是打下消耗 是 而且到了6级之后 他其实还要担心一点 就是心魔反手的一个大招 接下来下一波打的话 金角的进化快好了 好在插了一个眼 又是提过来主动去跟ADD打 ADD交出自己一个大招 反手想要去凶Gino Gino也开启了自己的大招 还是最后通牒 这一波的话感觉Gino有点打不过 对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 两边上单都倒6之后 就算是出了这样的装备 其实在前期 青甘影打剑魔还是不好打的 少个大招 对吧 青甘影大招面对剑魔没什么用的 除非是打配合 除非打也过来了 而且从通常的意义上讲 其实咱们都会认为 青甘影在前期打剑魔 是一个小猎的对线 对 只有在发育起来之后 可能对线才是一个小优 那Gino这边一直选择这种出装的话 可能在前期的容错率会偏低一些 过于的凶了吧 对 过于凶了 但是他这边过于凶倒也还好 因为他补刀没有完全拉响 完全没有拉响 对吧 这个也是选手的一个个人风格 打发比较极端 如果出这个装备的话 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能让杰杰帮一波 帮一波让他能够起到优势 当他如果有了优势之后 他就会更加疏忽 后续就不会怕ADD再去凶他了 这边郭浩已经过来 准备配合队友去拿一下这条火龙 这条火龙应该是可以拿掉的 看一下 美口这边过来想要开这边 又是指到金角金角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但优秘的这个大招开的比较的一般 后续在侧面的话是围剿到了金角 同时杰杰反向闪现 拉开距离 比较机这边中也必须往后撤 这一波的话都可以接受吧 比较机这边小转一些吧 毕竟一血的话是美口拿下来的 如果是一血而不然拿下来的话就不亏了 是 而且毕竟他这个火龙是拿到的 对 下一条又是图龙 这三场比赛的小龙属性 好像都差不多了 很感燥感觉今天 上路这边对线 ADD这减CD也出出来了 但是国豪在附近啊 这一波有没有意识到呢 倒也还好 阿拉夫的话感觉配合建模不太好抓得了这个青岸 对除非是一波大绕后在三角草那个位置绕后 对国豪这盘的话应该他也是要像节节上把一样就尽可能的控一些资源 说到底嘛 标记这边没什么开团 他只能正面去逼近 但是想打造一战开团的话还是要让一地基给机会 对 一地基如果不想打的话 标记留人能力比较一般 只能靠这种加速去冲 除非是五大五的时候 五大五卡马和轮子马两双加速 对 再加上一些减速才有机会 对 包括阿拉夫带着优密的大招嘛 其实这是标记唯一在正面的一个留人方式 对 这边Mako很灵性 这一波来到了上半局 因为接下来的话可能团队想要去控制这条峡谷先锋了 这一波如果Mako自己来的话感觉人是不太够的呀 还是跟着后面是有个节节 这边是一级能被斩下来了吗 野斧联动 ADD这个位置有一点危险 但是第一线看到之后交大招 而且有闪现 对 主要是第一线看到之后完全没有犹豫 一地基野斧也懵了 咋回事 我还在核桃怎么交大了 得益于上半局的视野 哔哩哔哩做得不错 虽然说接接这一波是想卡这个视野的 但是好像他那个睁眼是没有探到那个蓝色方的眨眼 下路这边的防御塔 一地基有点难守啊 看一下中路斯高的这边想要推 Curo没有被推回去 但是被女产大招命中了 这边Mako直接直上去 感觉根本动不了 但后续一个RW的回血 是帮助Curo又扛了一段时间 后续猫过来可以救下来吗 感觉救下来了 QG的没有指导 同时过号闪现上墙 配合优秘大招 留住了这边斯高特 这边赶紧走一下 后续是让刚好想要回城的一个Curo QG能收掉的这个人头 伤害差了一点点啊 可是这个大胜碑感觉太顶了 对 他这个大胜碑给到的这个魔抗的加持 就这么一点点 就差一下 对 那个RW的回血 对 也是帮助Curo掏出升天 主要是下班区标记都在下面嘛 对吧 但是 DG也没那么想偶尔去追他 但是刚才这一波的话 直接是控到了霞虎先锋 这场比赛相对来说 双方阵容 其实标记的阵容 可能它的整体的一个程度更高一些 就更加五个人在一块的话 可能更加好配合 这边小玉 这边上路小动 ADD这边好像是没有大招的 Q3是斩到了两个人 但后续还是没有办法 这一波交换抗塔做得很漂亮 直接依靠自己的一个秒表 是的 下路的话同时也想约 国豪这边奥拉夫的大招还没有好 DG这边双双组很难受 走不了了呀 这把Q3很高一斧头 直接轮死了iBoy 最后一个Q技能 没空三塔下也走不掉 看一下人头给谁的 这个人头是Q把血量打低 但是Kuro过来 选择给 奥拉夫 选择握在美国手里 对 随便冰线已经被断了 可是排面先锋又要再撞第二头了 这感觉跟第一局的这个剧情有点像 但问题是第一局的话 双方是互换了二塔 二塔的血量 那这把的话是 EDG上路把二塔撞了一头 但BV这边仅仅是推掉了下路一塔 对 跟第一局我觉得 可能唯一一点不一样的是 第一局EDG在大概这个时间点 其实他们的阵容作战能力是优势的 但是这场比赛 标记只要打正面五为五 我觉得标记阵容是一定优的 就怎么说呢 就标记只要抱起团了 EDG这边野斧就不好发挥了 是的 因为EDG这个阵容 其实是更偏向于去打个人能力 所以同时在中期去打一些单带的 嗯 他现在还是没有打大团 哎 打他大团的话 驴坦就不敢上了 然后九龙这边也 以闪上去开的容出率也不高 就发挥空间都不大 对 有点有去无回吧 因为皮奥机这边虽然手短 但他们这个近战重拨能力是拉满的 嗯 这台土龙 这个 崩下来说的话 EDG还是想来搏一搏的 是的 因为刚好这一波兵线过来 虽然说塔被推了 但是兵线没有太差 但这个时间点来说 EDG 沙皇啊 青钢瘾啊 都还没有发育成型啊 嗯 要借这个五位舞团的话 看他们的一个视野吧 如果做好视野 先手打一个很 打一个很漂亮的先手的话也记得 嗯 视野这边EDG先 控了不少 合到 看他这里 正面想开 但是 我说实话 女塔刚才如果直到阿拉夫 女塔要死了 对 嗯 就这种开床的 举动其实是比较危险 对 非常危险 这里直接是把EDG 众人赶到了 河道之外 金套这个位置 是想要找机会 ADG这边直接被一套控制链 碰到ADG 瞬间被秒掉 后续回神还想要打 MACO这边状态不是特别好 看一下啊 已经给掉了 那这样的话 不太敢追了 这样的话感觉不太敢追了 因为这个时候有点缺伤害了 对 但 EDG这边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 完全没有想到 金套在那个位置啊 对 主要还是视野的问题 对 不要去这边想控土龙 但是EDG先把视野做好了 对 而且控制链接的也很足 对 主要是 完全没有想到金奈蚁在那个地方 对 ADG人都傻了 他鞋子都没有 只要被控到就走不掉 这波打完之后 这个龙双方都没有主动去动了 是 放缓一下这个打龙的节奏 打小龙的节奏 不过这波可以看得出来 EDG也是觉得心里有点虚 就是他杀了剑魔也是知道硬刚真的会给机会 就杀了剑魔就走 点到为止 还是非常理智的 对 刚才那波打完了之后 其实Kuro是没用自己的大招的 他很怕再去上一波 才是把这个RE去吸收伤害 那比较机还是想控制一条土龙 EDG这边 觉得算了 确实正面真的打不了 对 正面真的打不了 上路这个兵线给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然后霞直接去清线了 而且下一条小龙的属性是非常关键的 怎么又是火龙 怎么老是他 这个火龙一刷对EDG来说 真的不太希望看到 对 因为这场比赛 不能说的特别绝对 但我感觉80%的情况下 EDG是不想接团的 还是要等发育吧 但是Kino这里 这个减cd鞋 一闪踢 再给大招 但这个位置ADD是可以进塔的 后面的话 这个回复 算了吧 Kino这个减cd鞋完全没想到 太骚了 但Kino这边的话 已经出了一个死刑宣告 我这辈子没有见过清纲一出 我也第一次见 我也第一次见 黑科技 好吧 黑科技 他配合三项的话 减cd应该很快就 对 30% 如果点了超然就40% 不知道他负息点了什么 对 包括他有没有点成长减cd 有点离谱 如果点的话 他也不确定 因为减cd鞋都出来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在线上就平反的 这边国豪在后面绕了过来 真的没有大没有闪 有点难否 好惊喜 怎么是一个奥拉夫 开着大招直接斩死 这减cd鞋虽然cd快 但是太脆了 准确率太低了 对 谁在敲 不好 这边的话 这把也很肥 他负息是选择 带了一个免费鞋 还有饼干 然后他带两个自适应 还有护甲 所以他还是33% 对 30% 这个cd鞋 有点商榷吧 连这把护甲鞋的收益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便宜 便宜 一个是便宜 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更多的 像刚才那种 配合队伍在正面打出一些 就打出一些先手 不然的话是没有任何道理出这个 但是这场其实说实话 没有上场那么好配合 因为他就担心那个问题 就我们前面聊到的 他进去会不会有去无回 咱也别纠结了 但选手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理解 对吧 对 看一下后续的一个收益就好了 嗯 下一条的男爵 下一条的一个火轮 还有两分多钟 经济是 经济完全持平的 对 完全持平 现在 比较大的这个优势 就在于这个小龙 小龙的战友 真的感觉 下路的防御塔 也是被Scout这边推掉 嗯 真的感觉这一场 EDG有点哔哔哔哩化了 ADG这盘有点难受呀 对 这也是选到这个阵容 必须要面对的 因为拿到这个阵容 如果再去盲目的 跟对方接这么一团的话 其实是很亏的 但是 速度很快 相当二塔也失手了 ADG这边是不敢去边线了 对 可能就是 包括前面 峡谷先锋 总是放在基努这一路 再加上下路 这个塔的推进 感觉 其实EDG是很想 很想去制造 这种单带的机会的 COOL这盘虽然带了一个 风暴聚集 但是还是 纯工具人的一个出动 还要等一下西威尔这个装备 西威尔现在这个装备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育 究竟没有能够去 减速到Scott 相对来说 双方AD的装备 其实差不了特别多 但在团战中的输出环境 金角这边 是要比艾宝也好很多的 对 毕竟 不管是中单还是辅助 都是他的辅助 前一天是EDG看得不够好 对 看一下西威尔这边 又是EG能拉过来 想要针对一下COOL COOL开一个盾镜 但是走不掉吗 因为这边开了一个大招 果然走不掉 但是后面 奥拉夫处理完现场之后 再来侧面 想要去找一下青江颖的麻烦 有没有一个大招 比较难走了 留下来 一技能也是被欧洲联打断掉 那这样可以逼男爵了吧 是的 是 这一波毕竟上野都阵亡了 打男爵的速度可能不是特别快 所以说标记这边没有选择贸然去动 吻一手 先处理视野 先做一下视野吧 虽然有一条土龙 但是好像扛龙的时候有点伤 对 因为都出的一些输出装备 没什么肉 还是在做视野 而且现在C位的输出装 真的是有那个 洗得也比较慢 想去尝试吗 但火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对 想了想 做一下视野算了 对 那同时EDG这边也是觉得B2G不会去搞一下大龙 先做一下火龙这个视野 EDG还是很想把这个火龙给控下来 因为不想重蹈第一把的那个负折 B2G这边还在做选择 先做了一下男爵的一些视野 这样我们看一下双方的 过去再转这条火龙 比较担心EDG这边就是我在控火龙 所以EDG直接去抓大龙 是的 考虑的比较周全 但是下半区的一个视野的话 EDG这边还是领先的 这个草丛 赶紧插一个睁眼 又是Gino 后面绕过来之后 但是被转火了呀 卡尔玛这边西边开启一个大招 配合 这边霞给了一个大招 地形 标记这边这个阵型没那么好 再拉开一下 追的有点着急了 看一下后续 这边国豪吃着一个护盾 往前冲 把这个视野排掉 谁也没能伤害到谁 Gino又是这个位置 看一下后续 同样的位置 一个阿Q给到F F这边抽的很差 直接被国豪闪现一斧头劈死了 后续往上抽 Gino这边是切掉了金角 Gino自己的位置也不是说特别好 猫的大招放的位置还可以 定到了EDG这边四个人 后续一斧头上去 减速到两个 G这边也很难走 一个Q闪 ADD是把节节留下 Scout已经没有状态了 而且没有蓝了 看下后面Q智能减速到 继续塔下去留 杀也非常高 Scout也是招待在这个地方了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大龙没了 可以拿大龙了 这个阵容确实太难接团了 EDG的阵容 其实拿出来就是一个 各自为战的阵容 他没到那个时间点 就下方如果到了三线套的时候 青岸有力一定防装的时候去接 可能就会更高 感觉刚才其实Mako那个大招 已经开得不错了 但问题是金角他有一个进化 没能够找到机会 大龙拿了之后 有西威尔的这种阵容 其实推塔能力很强的 追打还是太深了 EDG这边 看一下回放 二白这边落单了被找到机会 但后续的话 这个时间点杀了一个可以往后撤了 就杀掉ADC之后可以往后撤一下 再看一下 但是Geno这个位置冲得太靠前 后续的话 Yumi这边搭到四个机能 而且残局这边一旦等到Yumi 包括卡尔玛这边技能赚好的情况下 流人能力很强 对 奥拉夫的作战能力也太强了 太多减速了 这场真的奥拉夫很爽 就是他一会是Yumi给他加速 一会是卡尔玛给他加速 在团战里面打架 血量也不掉 真的觉得这种打法挺舒服的 就很硬 很硬 容图率又很低 又很高 就打得比较舒服 我不用想太多 哎呀伤害 两边打野 这波突然都打出了不错的伤害 两边ADC都很难受 对 两边ADC都是很快就 被突突死了 EDG刚才在标机拿大龙兽是控下了一条火了 但现在的话标机开始做推进 但是他这个阵容推进能力没那么强 比较有限 靠西威尔 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个推进受到这种酒桶 或者是日女的这种针对 威慑 还要小心一点 对不太敢去点塔 而且对于ADC来说 这场比赛终于见到了 除了火图两个属性以外的小龙 这样的话对于ADC来说可能 降降火 对往后拖下去的机会更大一些 看一下标机这个大龙能不能把 能不能上高地感觉有点困难 高地应该是 就ADC如果想出来打那可能会上高地 对 如果ADC死守高地的话 感觉这高地塔不太好去点 而且感觉逼逼逼的这种 对队伍的这种性格应该会先拔外塔 先尽可能的三路把外塔拔掉 看一下大龙马夫这边还有一分半的一个时间 ADD现在是在下路处理着兵线 对 那这样的话下路这个二塔 看一下ADC这边要怎么选择 要放了呀 应该是要放的 这边是众人齐推下路 然后野区做一下视野 优秘这边要稍微小心一点 美可这边被抡了一斧子 当然还是挺肉的 现在阿拉夫太凶了呀 14级 然后又三件套出了个正义荣耀 正义荣耀 就想冲 主要是有两个不辅助他 现在金角算是感觉也算是有攻击 给国豪加速的 金角就是个幌子 对金角就是个幌子给国豪加速的 然后优秘一直在阿拉夫身上 卡巴耶给阿拉夫加盾 这一场金角他没在三件套之前都偏工具属性 对我们打4-1 但是我保的是打野 保的是国豪 开大招逼近一下想推他 但是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 不过正面来讲的话 轻钢耳赛不在正面的话 那还是要放掉 但主要真的是这个阵容容索率太高了 他这种群盾还有猫咪的存在 就是感觉有点肆意吃伤害的感觉 这一波基诺在上路带线 已经带掉了这边标记的二塔 而且高地塔也被基诺这边A到了一半的血量 这个其实是立即选出这个阵容最希望看到的节奏 但是来的太晚了些 因为他这个可能是因为金角他的 不是金角 是GINO他的这个出装路线导致他在单带端上没有那么大的作为 但是因为队友前击给他的这个铺垫不错 所以就是这个下路兵线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 GINO这边的话回家也出了一个复活奖 也有初步的一个容错率了 嗯 但现在正面打团还是接不了啊 你什么时候等沙皇戳这个阿拉夫戳得很痛的时候 对 就有了 就是GDG正面可以打的 但是现在沙皇发育很差 是 因为现在的话没有地方去吃钱 钱不够分 上路想逼二塔 同时GDG这边防守的不够及时 那上路二塔只能放了 啊 BG这边的一个节奏很快 GDG拉到了4500 是的 20不到28分钟 那这种GDG的劣势 对于EDG来说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EDG这个阵容 他的首线能力是很强的 沙皇和霞嘛 对 所以BG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要思考 如何利用这样的一个 没有什么特别强硬开团的阵容 去尽可能的拿到更多东西 其实也只能在侧面开下 越视者威慑一下 保护自己的高利塔的血线 对 也不敢去开 现在这个时间点 西威尔这个三剑也有了 接下来的话就不光是 奥拉夫一个点是需要EDG去解决的 还有就是这个西威尔 好 又是开启一个大招 好 一声号令看一下冲不冲 能不能摸塔呢 这边EDG手的比较坚决 对 这个沙皇的存在 神经心都真的快 对 还是等难决吧 其实当这个沙皇跟西威尔 出现在一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游戏会进行的异常的艰难 对 而且我们看到静动这边 又是第二件 就选择出了一个复活甲 嗯 但基诺他即使出了复活甲 还是太脆了 对 太瘦了是吧 太瘦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复活甲一出 如果EDG想要去正面接团的话 其实是很危险的 这个复活甲即使出了更多的 还是要在边路进行一个分带 把基诺这边装备补起来 就慢拖 拖到沙皇这边打前排速度快的时候 对 配合霞这边就打前排 那样的话 EDG就有机会翻盘 但现在大龙已经刷新了 直接这个位置被国豪逮到 国豪两斧子抡到 虽然给到减速 但不太敢上了 看到有三个人 等一下队友的到来 这边要强行掠夺红buff 红buff也给到国豪 这个大龙怎么说 这个大龙EDG还是想接团的 iPhone这边的话也三件套了 哇 从侧面开着劣势者 这边阿拉夫的正荣耀已经用过了 但是后续配合猫咪的减速 和这边盾的加速 方便这个大招放的还可以 MACO闪现已经交出来 后续双方拉开 交换了一波技能 对 但相对状态来说 还是BioG这边稍好一些 BioG这边仅剩了一个大招 是在ADD身上 所以队友现在要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 Curu的大招正好 Curu的R正好 大龙区的视野 应该说完全来BioG的掌握范围 是 ADD这边状态不是特别好 被iBoy这边A了一下 先处理兵线 ADD这边拉扯他 是比较漂亮的 但是血线没那么健康 这边 这个位置是有闪现的 但是BioG直接转 转到大龙坑 转大龙坑 先去碰下这个合道线 占据视野先 两边开始吃头发了 BioG这边就等大招 哇 现在没开到啊 但是九龙 看着一般般 九龙坑这边先被秒了 金角这个走位非常非常漂亮 ADD这边开启大招 想要追击 打下ADD 众人撤退的速度怎么样 ADD这边很肉啊 触发应血手 没有人打得动 后续虽然还是正好 GINO这边进场 大招踩进来 Bio这边血量还是很满 GINO已经拿到一个三杀 那后续GINO虽然想要力挽狂澜 但也回天乏术 这一波金角拿到四杀 那应该是一波了 这个冰线好像离得好有点少 冰线太远了 但是有盾 有加血 可以扛拆 应该是有一点机会的 我们看一下 人群之中有一个炮车 是的 一波了 没看到这个炮车呀 扛住给盾 就可以一波结束掉比赛 那这一场的话 我们也是恭喜BB 在这个BO5里面 我们先是拿到了两分 同时我们是要来到了一个赛点了 这一把真的感觉太硬了 太硬了 就没办法 它这个阵容 之前在常规赛的时候 我们也有见过 见识到这个阵容的一个威力 可能是BO3来到了第三局 我们的这个印象 或者包括EDIG的印象 对于BB的印象 都是停留在前面两局 想着怎么去应对 但是可能忘掉了 忽略掉了这个奥拉夫加猫咪这个打法 其实也没那么忽略吧 其实我当时在PP台上 我也说了可以搬Yumi 但是EDG当时没有想到 这个Yumi和奥拉夫 其实是标记 在常规赛的时候 他在我们RPL第一次打出来 很喜欢Yumi 我们所有解说都记得的 对 但可能就是 真的是刚才在BP的时候 亮出这个盖轮 我才想到 他们好像还有一手 这个战术储备 是Yumi配奥拉夫 但是EDG这个BP 其实不能总说BP 就什么BP都有什么BP的打法 这一盘EDG的话 他如果少接正面团 多配合抓边 当时ADG已经无法去 在边线带线的时候 EDG如果贯彻到底这个战术 那就好一些 但是又很纠结的一点是 怎么总是火土 如果不是 如果是风龙和水龙的话 EDG可以真的是轻松的放龙 对吧 贯彻到底分带 但这个火土的话 让EDG真的纠结的不行 包括这场比赛 其实BP在刚刚一结束的时候 咱们就说到 这三场比赛 越打双方的BP差距 是越来越小的 双方BP风格 也是拿的越来越好的 但是 这个龙属性 对 尤其是这个阵容 双方阵容拿的 都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其实就比较看龙属性 就对 如果说我拿团战一方 就团战更好打的这个阵容 看到刷一些 比较激进属性的龙属性的时候 其实就 开心的不行 非常高兴 但是如果像这场比赛一样 EDG拿了一个 比较偏分带的这种 偏分带 偏打遭遇战 然后正面依靠沙皇 包括狭手剑的这样一个阵容 见到这种比较激进的龙属性 真的是 一头包 一头包 没办法 同时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上京东旗战马 欢迎大家来到京东 商城搜索战马 能量行为 维生素饮料 赢取2019巴黎电竞之旅 能量大奖 感觉刚才车销老师 应该还又没说完呢 没有 说完了 说完了 那确实这场比赛对于 EDG来说 他真的是 本身是感觉 不看龙属性的话 是有机会 可以去通过什么 单大 这种去取胜的 确实感觉到了 峡谷前锋放在京东这一路 确实是想帮京东 去创造一些 良好的条件的 但是可能真的是龙属性的问题 导致前面 让BBD 获得了比较多的资源 是的 这场比赛如果没有龙属性的话 其实说的直接一点 就是这场比赛 正面都见不到EDG的人的 是带进完事了 131 对吧 但这个龙是真的让EDG这边 没有选择的空间 打架的一个理由吧 就是BBD依靠着这个龙 去逼着你过来 去跟我接 其实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比赛的一个魅力之一吧 就是你是否有魄力放火龙 同时我觉得我能拖到后面能赢 对吧 这是一个 选择问题 很严峻的抉择 这一波就是 撕血逃生 然后撕血击杀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第一波EDG 防守的还不错 拉手的是不错的 天斧这边看得很好 是的 但是后续过于练战 对吧 过于练战 这个阵型完全拉开 然后同这个优密的 放大招的一个实际 特别棒 虽然说是金角 被青钢引击杀了 但这个时候的主要输出点是国豪 后续的一个追击能力 一旦EDG这个阵容的阵型溃散掉 那后续的追击就没有办法 对 这一波的话 这一波就是金角太冷静了 金角是通过一个回身的小走位 躲掉了这边姐姐的一闪 完全不怕 即使背开还有双招 对 真的是他这个阵容对于EDG来说 我看一下这边PRO的一个盾 他自己的一个单盾配合上 刚才应该还有一个其他的盾 拥一下去A了一下 然后W上升的那个盾 对 应该是给到了自己接近一个 800点血的一个护盾 然后我们也是再次恭喜BB 可以说是BB他这个BO3里面 每一局比赛拿了不同类型的一种打法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BB都是一直能够过去的 贯彻队伍比较偏向 比较擅长的那种运营 那可能现在比较头疼 就是EDG了 因为下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关键 被拿赛点了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 EDG可能一方面是要考虑 就前面频繁提到了一个BP问题 另一方面他就要考虑在游戏里面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主导权 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主动开团 或者主动去打的 前进拿到优势的一方 对 感觉这个BO5很像一个回合制 第一场比赛就标记出招 然后EDG处理的非常非常漂亮 第二场比赛也是有EDG拿下来 然后第三场比赛 这边标记又是拿出了一套 不同于之前的一些运营的体系 比如说这场比赛其实就是硬 硬 就是我要站着 还把资源拿了 对 然后你来和我打 对 我扛着就等你进城 我扛你三波伤害 我还能站 对 这个就让EDG这边确实打得比较难受 就很考验EDG的心态了 对 就看起来感觉BDG把他那个阵容 就是中单辅助都属于那种比较软 就是如果他是辅助位都是软辅 都是软绵绵的 但是他们真的很像棉花糖 就是你没有办法拿他怎么办 他都是可以通过一些钝或者回复 又去变回就之前被你按下去之前的那个样子 对 你一拳打进去 没打死你 没打死对方上自己还走不掉 对 也是看一下本场的一个选手势力之情况 那这一场的话 国号是来到了85.5% 然后ADD59% 然后Scott iBoy Mako分别是79.5% 73 78.6%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支持你喜欢的选手 本场粉丝的贡献榜第一位是iBoy 第二名是Scott 第三名是ADD 也是看到了有一些前面没有上榜的粉丝们 然后粉丝们也是多多加油 尽可能在之后的比赛的粉丝贡献榜中看到你的名字 那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讨论一下本场的一个MVP的得主了 黄帝班的待遇 对 就4保1的那个11对吗 对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超神 我记得他中后期的中后期已经是6.0了 只看到他的电没有看到他的人头数 对 看一下吧是给到了黄帝给到了4保1的那个1KDA是707啊 七杀 超神啊 七杀算超神 不是有一句七杀必死吗对吧 所以说游戏结束了 对差一步 游戏已经结束了 剩下7个助攻换一个人头吧 对吧 可以 没什么问题 然后他这个参团率也是87.5% 因为基本上就是一开始打架的时候就要他在 就有优密的配合就有卡尔玛的配合 所以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参团率 而且他的一个出装其实我觉得非常科学 对 他除了黑切 除了战士大刀 冷不丁出了一个正义荣耀 他意思就是你来我面前你就绝对走不掉 对吗 去强行正面结团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正义荣耀的话 EDG是可以尝试的强行正面结团的 但是有了这个正义荣耀之后 应该说EDG的阵型是基本不可能保持的正常了 对 而且我其实我说一点就是如果EDG这一盘真的把运营贯彻到底 我们会看到更为胶着的场面 但是EDG没有把运营贯彻到底 但也不能怪EDG对吧 那火龙对吧 这谁点得住啊 这更刷火刷土也挺难点的 那火龙看着不香啊 对啊 对那可能就是谁拿到优势 谁觉得这个火龙更香一点 那我们也是期待下一场比赛 EDG的一个调整 以及BLG的一个发挥吧 同时也是来到赛点 赛点局 然后下一场比赛是由EDG作为一个选边 刚才他好像说是选择了 轮换边 没有选边了 轮换 轮到了蓝色了 对EDG蓝色 那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来期待一下双方的一个赛点之战 我们下期再见